小鳄鱼仰着头不断顶着铁笼 大约80公分长的小鳄鱼体型中等 眼球前端的横骨很像眼镜架 嘴巴非常宽 模样相当凶狠 管理人员小心翼翼将它关在铁笼里 因为抓它可是不容易 志工戴着手套抓着鳄鱼 只见它的嘴巴和四肢都被黑色脚布缠绕起来 水宝局做勘察工程 来到新竹新浦大窝西 看到这只鳄鱼立刻通报县府派人逮捕 志工先拿鲜鱼和猪肝诱捕 但都被其他动物吃掉 之后决定来个釜底抽鑫 出动抽水机花好几个小时 将大约两公尺深的局部核断给抽干 这才看到小鳄鱼的身影 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看过这条鳄鱼 但是一直没有讲出来 在这边大概活动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而且长得还一年的长 长得那个还蛮大的 这只鳄鱼是眼镜凯蒙鳄 属于非保育类动物 是提供国际鳄鱼皮的主要种类 具有威胁性的外来品种 小鳄鱼不小心逃脱 在野西待了一年多 好在没有传出民众受伤 只是鳄鱼在户外出没 可是吓坏不少民众 三顺帐号一张 齐文新竹 看不到